风灾后 戴女士的家只剩下木头骨架 这里原本是卧室和客厅 虽然经过了四五天 想起当天的狂风肆虐 戴女士的惊恐依旧 水汉店稍早才刚刚接通 夫妻两台风过后 挤在这小房间里栖身 不过最让她挂念的是 住在老家的弟弟和爸爸 半山腰上的房子 抬头看完全没有屋顶 从后门望出去 铁皮就挂在树丛堆中 小厨房是台风天 一家老小六人的避难处 也是唯一没有毁损的建筑 台风过后 在屏东的亲友 特别请假回来帮忙整理 这只公安府的老人家 要他安心也别着急 家人们都平安 是最大的福气 这一次的风雨 让当地居民经历狂风 有长辈就怕屋子垮了 结果自己反而跌倒 亲身细语家与安慰 志工们家中有或多或少的灾损 但是要安定社区居民的心 他们也带着祝福 来替台电人员加油打气 六千零六十户全床都没有电 建最大的努力要让用电恢复 众人的默默付出 就希望让风灾所造成的损害 早日恢复 小琉球的交通船已经恢复了 所以在物资提供方面 不会有问题 现在就等水电抢通 小琉球重建脚步 就可以一步一步完成 大家新闻 朱龙笑红树屏东报导 同样是交通